4月1日是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公布的5G服务商用的首日 中国移动香港三通讯公司等多间公司在香港推出5G服务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及香港防疫政策影响 很多市民不出门 首日过来试用5G新品服务的市民较少 中国移动香港中环旗舰店内负责人表示 很多市民对5G服务感兴趣 已经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查询了详情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5G服务以高速度和低试炎的特点 一直被香港市民大众所期待 现场有市民称 5G速度飞快适合自己的需求 所以赶在第一时间前来办理相关业务 有部分市民表示 现实市面上可用5G技术的手机很少 仅有一些特定系列的手机 可用5G服务 接下来会考虑在换手机后再转用5G套餐 因为今天是正式5G发售时间 推出日子 我过来看看有什么新的不同 和之前4G方面 我现在知道5G方面的种类是多的 但是你说手机始终的支援 和种类就不够4G那么多 所以我都说要看回手机 要看回其他各个厂商出的手机 5G手机之后会怎么样 现场有市民戴上VR眼镜 用5G网络体验电脑游戏的不同 负负责人表示 5G技术是未来通讯行业发展的大方向 将在香港大力推广5G技术 预计2020年底 香港市区的中国移动5G覆盖率达到90% 1.1更多内容 中国园 。